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产重估 他做资产重估之后就不会变成负数 也不会变成五块钱以下 换句来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做资产重估 确实有可能会下市 我们来看他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他的进址还是153.3 三月份的时候是83.57 但是他做资产重估之后呢 进址马上跳升 三月份马上跳升来到101.38 因为这个资产重估 所以让他今年六月底的进址呢 有五块七毛三 就将将好越过那五块钱的门槛 他准备要限增3.7亿股 我们请云香帮我们来解解 所以这对润态群而言明天是利多吗 至少让我们心里头那块大石头给放下 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可能是一个利多 不过对我自己的解读 我觉得很有疑虑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你可以看就是说 基本上他列了两套剧本 对不对 第一套剧本就是说 把这个所谓的会计法 就是用新的一个会计法 把这个禁止先列上来 改变会计政策 对 到六月底他把禁止拉到五块多 确实可以避掉这个事情 问题是那第三季呢 所以他列了第二个剧本就是什么 现金政治 为什么 因为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什么 拿股票就换钞票嘛 对不对 拿钞票进来就把禁止 在垫高 问题会产生一个问题 你现金政治到底要用多少钱 现金政治 如果你用50块现金政治 那可以拿200亿的现金进来 可以弥补这缺口 问题我为什么要去买你50块的 这个现金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比较有问题的点 就是说为了这个提升它的禁止 那谁要来做这件事情 对 那68块的润态权 如果现增50块不能买吗 问题是现增50块 那张黑板的价钱还蛮远的 你要想它现增50% 也代表说它稀释了 所以未来的获利也稀释了 股本也膨胀了 对 也膨胀了 所以你不认为这是一个大利多 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大利多 也不认为它会离空出境 对 我觉得可能还有测试机 我自己的看法 好 那我们也提醒观众朋友 他在今天记者会当中也谈到 他第二季大亏了一千三百多亿 一千三百多亿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我想其实在这边 绝对不是看论泰全录他自己讲 这一次的问题也是在南山人寿 那南山人寿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它的美国公债 所以美国这些债券呢 大家看到如果战争值率率继续往上飙 它就比较会有危险 但是如果现在看到战争值率率 没有再往上飙的时候 我认为第三季的亏损的 其实就会大幅下降 因为其实亏第一季 亏第二季是亏最多的 所以其实我们要看 那现在大家不知道是第三季吗 对 你会亏更多呢 还是会亏损减少 对 那如果说战争值率一直飙的话 我觉得他们就会危机 可是战争值率看来 如果在这边震荡的话 那最近是在三副级震荡 没有 现在大概2.7了 现在2.7了 好 我请附绒敲一下 对 不再飙升的话 我认为它有机会逃鬼新的鬼 好 我们来看最新的10年级 共产值率率在画面上 你可以看到是2.79 所以已经稍微回落了 所以关键还是在南山人寿 好 我们回到台股今日最重要 带你来关心的是外资 外资在今天还是站在卖方了 三大法在今天卖超了29.48亿 在今天网友讨论 最夯的话题是什么呢 他说桃园三结议 不是说好要去荆州吗 怎么二哥退回卖城 二哥指的当然就是连电 怎么连电得退路 所以我们在今天一开场 就解了连电 因为连电现在对金元双雄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所以专家就说半导体呢 今年下半年的半导体 就像去年的航运 去年航运大跌 所以我们有点担心 我们来看外资 外资在今天是卖超43亿 让指数在今天收在最低点 特别是ABF三雄 新兴南电打到跌停板 而且轮流打到跌停板 我们请赵宇带我们来看 不过在今天卖超的第一名 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 卖的是元大台湾50反一 特别是外资在期货 也是增加多单的 所以外资表面上 虽然在现火卖超 但是心态到底有没有扭转呢 他卖了包括 新兴南电打到跌停板 卖了中刚长榮行长榮 卖了利基电连电也卖了 二哥退回卖城了 友达 今天召开法说的友达继续卖 玉山金和华航 我觉得这两个 是我们台股当中 一个很奇怪的一只黑手 感觉好像国安基金在护盘 好像护给他们两个 让这些 让这些去借券放空的人 肆无忌惮 对 有没有发现这一点 打死不退 打死不退 那今天还有一个状况 蛮奇怪的 你是说借券打死不退 借券打死不退 都在八十几万张 我在阿冠全张分张 我们看一下利基电和连电的 借券张数 借券张数打死不退 明明我们的国安金在护盘 明明我们的八大航空在护盘 他们打死不退 这个是利基电 我们也看一下连电 连电也是很高 这借券卖放空的张数非常高 所以这些人基本上 我们不敢讲说是哪些人 那绝对不是一般的投资人 我们只这样子讲 那你公司为什么不出来澄清 我讲白的嘛 就你公司你就出来澄清 就像今天下午 这个郁金光公司 起码出来讲个话 这个我就跟各位讲 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 你公司的法说会这么好的话 你公司起码出来澄清 好 特别是 我们刚刚特别谈到的润态圈 我们再来看一下润态圈 291的润态圈 你知道在今天最新消息 谈到什么吗 其实之前就已经有人放空了 但后来发现有615张 竟然是卷偿 卷偿意思是说 他拿他现有的股票去补 不是在市场补 那谁在放空 是公司内部人吗 这是不是要好好查一查 手中有股票的嘛 那是600多张 对不对 那一定是一定特定人 那你要不要查 还是等 这个是不是也要好好查一查 那你知道等到股价 跌到一段期间之后再去查吗 所以润态圈的脱因 会不会就是公司内部自己人呢 这个我不敢讲 如果讲出来公司来告我 我们画一个问号 我们提出这个质疑 因为那615张是卷偿 确实起人移动 好 那我们回头来看 所以刚刚谈到了联电利基店 外资天天在卖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护盘基金 我们的八大航库 国安基因天天都在买 所以感觉好像是买给外资到货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这个地方可能 投资朋友稍微去注意一下 那我们看 阿关刚刚也讲得非常好 叫这个利空出无尽 那还有一个叫什么 利多走很快 利多走很快 就国安基金竟然护盘 结果很多股票对不对 业绩不错的股票 上半年赚赢去年全年股票 稍微反弹一下 到月线这个地方 利多走很快 走很快 你看月线这个地方 有人讲说到金线 看都没有看到对不起 就直接月线就跌破了 这什么我真的不懂 那星星根本没有讲 星星景硕 这真的是 这今天的重头大戏 是 怎么会这个样子 星星景硕的南电 三兄弟抱在一起 结果怎么样 躺平的躺平 哀嚎哀嚎 我真的搞不懂 其实在这个地方 那因为他法说有特别谈到 他说相对比较保守 产能利用率 各方面都比较保守 好 没有错 利多利空各自解读 像连电今天两大报 两大报看了 工商与经济一样的新闻 一个是偏多解读 又是偏空解读 各位有没有看见 经济是偏空解读 这个另外一家是偏多解读 那他偏空是用什么角度 偏多又是用什么角度呢 超级循环周期已结束 进入库存调整期 这是经济日报的头发 偏空 他说库存调整期 那偏多呢 三绿三生呢 从财报的角度来解读 第二届产能利用率 难道是百分之百 所以做多的看到他好的 做空的看到他坏的 各自解读 那欣欣也是这样吗 欣欣的财报也好得不得了 事实真相只有一个 真相只有一个 那这些借券放空的人 为什么都那个 要不要去查 我就坦白来讲 这个 这个我有时候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但我是提醒 提醒投资人 要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有时候 眼睛看到这个东西 比你看在报纸上面 一些讯息出来来讲 这个还来得直接 筒码是真枪实弹的 所以我做个总结 电子股现在真的是 有一些股票 有一群人 不管是利用借券 还是利用融券 在那边默默做一些怎么样 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事情 就是在做一些放空的事 讲白就这样向下去做放空 所以我们应该避开是吧 这张股票要跟各位做报告 来 第一个 它这个叫没有量 明基1 4116 它没有量 没有量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相对量是安全的 相对安全的 那我们再回头看它的基本面 生计股其实有的是 没有赚钱 只是本孟比的 可是明基这张股票来讲的话 它是明基跟加斯达集团的 我们直接看它获利数字好 前五个月EPS是2.34元 是个什么概念各位知道吗 它是超越前年跟去年 两年的这个总和 当然它的EPS跟它的营收上来 是因为它不仅去并购 它里面有做什么 有做这个高阶衣材的部分 有做一些数位的 这个牙医的一个部分 甚至在这个手术设备的部分 还有这些像是手术照明的这个设备 那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在这个地方似乎在 收链三角形 除了收链三角形 这一条是不是下降压力一切 好 那我要看的是这一条 因为如果这个地方上去 你看如果这个地方追被洗掉 那这地方如果你去追 你也可能被洗掉 可是它都在这个区块 也就是说在这个大量区的 一个红黑当中 这个地方进行挟幅的整理 所以这个地方假设 假设它如果出量的话 就有可能是要往上过 但是如果在往上过情况下 可能就要注意说 轮动的节奏可能就要稍微注意 不要再去做追高的动作 好 所以我们来投一下票 现在正式生计展 买生计是否当中席呢 各位怎么看 请举拍 买生计是不是当中席呢 好 我们看到有 一 二 三 四 四票缺 两票差 好 我们回来谈 既然刚谈到了 加世达集团 在今天他的老大哥 召开法术会 我们谈到逆境求生 我想友达到底要如何 逆境求生 非常关键 因为他已经由赢转亏了 所以现在说 大家都说现在面板也要 斜杠求生 就是除了面板之外 得找其他的生财门路了 友达希望能够去拼到苹果订单 真的有这个机会吗 我们来看看友达的保命绳索 会是什么呢 在今天交代法术会的友达 保守看了第三集的景气 今年的资本支出降到两成 本业转亏 这是比较重要 转亏 而且连续七个季度的获利止步 EPS 0.59 是负的 负0.59 八月份价格还要再跌 所以我们请封开平台我们来看 现在法术大家都很担心 法术变法会 最主要是现在只要有一点点坏消息 只要一点点保守向星星 股价第二天就达到跌停板 对 没有错 其实友达算是蛮辛苦 因为第一个他的策略 一开始的话就 当年他没有去切OLED就不对了 然后又遇到中国大陆国家的力量 在扶持 然后中国大陆的成绩以后之后 又开始杀架竞争 那应该好不容易 他连七季有获利 去年2021年的时候 还有赚到6.44元 可是去年他做一个动作 其实敏感的人就应该感觉出来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忘记了吗 那个彭双浪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 结果他在去年的时候 他就说过什么 要用三年的时间来分配 那个6.44元的成果 要把分三年分给大家 他说大家要藏起来这支 那个时候你就应该秀朱端云 要裹不起来 现在今年这一季第二季的时候 竟然还付0.59元 亏损 对 还亏损 还把第一季的0.54元 还把它吃掉 变成小赔0.05 很可惜 三季他自己今天下午也说 面板的出货量要剂减15% 然后他的资本支出 你看有些什么IC设计 有些办导地产 虽然说不好 嘴巴还很硬 资本支出还不减 他已经开始告诉你说 他从450亿下丘到360亿 要下丘两成了 所以我觉得彭双浪他是很老实的 但是他也是 这个地方也是很尽力在做 但是你看还有传出来什么 他让他消化年假 叫员工去消化年假 叫员工去放假 对 每次2008年 2001年 2015年 我们都听到说暂时 大家先消化年假 消化到最后就变成怎样 放无薪假了 所以这个就是 都不会是一个 对 我们也是 警讯 对 他蛮耐心 其实彭双浪他小时候也是苦怪 他没有念过幼稚园 小时候也是做过很多事情 什么卖甘蔗 什么卖冰棒 也是苦怪 很老实的一个 我是蛮佩服 他今天讲的话其实蛮老实的 对 我是蛮佩服他 但是因为面板很惨 据说现在面板厂都要逆境求 比如说他们要去做半导体封装 他们或者要去搞数位 什么列车 甚至于友达希望能够 透过子公司拿到苹果订单 那我们请 开评单我们来看股价 我不知道他逆境求生有没有效 但是股价明天 血淋淋淋就要反映 今天的法朔会了 你怎么看股价 这个你认为他会V吗 现在有V的条件吗 没有V的条件 那他有没有可能 利空测底 你可以不要去杀 但是反弹 但是你要不要去摊 不用去摊 为什么 你把钱留在更有活性的股票上面 那现在如果换股要换什么股票 换股 我举个例子 我就拿同样族群来讲 来相对比较来讲 即使你那么喜欢面板族群 来 你看这三档 其实你可以留意为什么 中光店很多人都说 它是背光模组对 大错特错 其实我今天要讲一句话 很多人每次最近市场上连报纸 因为我认识中光店的人 我跟你讲 很多人在说阳明光做什么 这个所谓的 他将来做那个所谓的一个META 做元宇宙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大错特错 其实苹果的这个元宇宙 它有一个非常有名叫黄以白 它是本来是中光店的 这个里面的一个所谓的一个META 等于说元宇宙的技术 苹果把它挖角过去 所以将来中光店 苹果要用 除了阳明光在 中光店绝对会是作为 中光店有赚钱 禁止才57块 不用杀了这个地方好好把它抱着 但是目前来讲 他也是要谈还是需要点时间 回到台北今天最重要 带你来关心的是 那么消费IC是不是真的大户落跑了呢 刚刚封开评说 他今年只有两个族群从来都不提 一个是IC设计 一个就是面板 所以IC设计跟消费IC计 相关的这个族群大户落跑了吗 我们看到创委和敦泰再度出现破敌走势 我们请冠军操办手云翔带我们来看 那怎么办呢 现在问解套会不会都太慢 讲这个都很痛苦 对 就是现在问解套好像都觉得 已经那么遥远 离家五百里了 对 因为事实上你可以看 其实这些股票它不是说 最近才开始跌 事实上它从今年初就已经开始跌 上次我大概有提到说 很多产业像预创 刚刚讲 封总讲IC设计 其实很多都是从大概半年 都是严重下降 但是跌身总会谈一下吧 跌身总会谈一下吧 所以我就说这些股票里面 什么时候会谈 真的要想办法做一些解套 倒是有一些方法 什么方法 我们看下一章 我跟大家讲一下说 我用的方法是很简单 就是说你基本上还是不要先买 因为很多人想要解套 就是摊平嘛 先买 问题先买在这种下跌的 一个轨道线里面你先买 基本上有可能是 越套越深 越套越深 对 没有必要 那怎么办 我的做法是如果你真的是要 解套 不要一直讲说不要卖阿呆骨 那至少你可以怎么样 等它比如说像文帽这个 基本上它的利空已经很明显的 全部请出来对不对 那它还不会跌 代表说大概前面的卖钞 已经很明显 已经大概清得比较干净 那你至少等到它拉到这个 上面的这个轨道线 也就是说它的下降轨道线 接近的时候 比如说它的轨道线 大概接近175到180之间 那个位置来卖 那我可以先卖以后 然后再拉回的时候 你可以再进 也就是说先卖再买 基本上把那个价差拿回来可以 就是说你 弃不掉这支股票 你等卖掉之后拉回来再买 对对 所以你真的丢不掉这支股票 你可以这样来做 来回操作 跟我看台积电是不一样 台积电是未来是看好它 只是说我自己买的成本比较高 然后也没有像那个 确它基本上是一路买下去 如果真的一路买到430 后来你买在500多也不算高 500多是我们却大哥说的龙虾爬上岸 对 我如果一路买到430 我现在也是赚的 对 应该是这样 我觉得说以这样的股票 确实因为它的未来性 可能真的比较有疑虑 我认为说最好是走 所谓的先卖再买 像这支有没有 刚刚讲金鸿 它也是一样 这档是稳帽吗 这档是金鸿 金鸿其实我觉得它的业绩是比较 看得是比较好 简单来说就是反弹再卖 对 我觉得可以拉到反弹再卖 然后做区间的一个进出这样子 好 这样才有解讨的机会